好,來我們看一下那個密度的另一種考慮 這邊告訴你,就是利用排水法求密度 這什麼意思呢? 排水法你幹嘛? 你怎麼知道排水法? 什麼是排水法你記不記得? 就剛才講過的東西就是 我給你一個杯子裡面放水對不對? 然後呢,我把東西丟進去裡面 我上升的體積,這個叫排水法 然後上升的體積是誰的體積? 就是裡面這個東西的體積嗎? 你記得嗎? 好,所以其實說出來的 他只是利用一個實驗的狀況 去要求密度 那請問你,密度公司是什麼? 不是D等B分之類的嗎? 所以其實,排水法找什麼去看? 排水法找裡面的B而已 就這樣子 後來,我們看第一個題目 比如說,他說有個石頭 直下是100公克 然後丟進去裡面有那個 40立方公分的水 結果發現水面上升到60 好,第一個請問你體積多少 這個很簡單嘛 你就想擺是40立方公分的水 後來為什麼變60 多出來是誰的? 就石頭的嘛,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60寫40 答案就是20 好,講完 很簡單嘛,不對? 第二題,他說請問你 密度多少? 這個也很簡單吧 B等什麼? B分之類的 來,B多少?B 不就是20嗎? 質量呢? 40 100克 100克吧 看單位就知道了 你怎麼會寫40 40是立方公分的 就是體積整個質量 所以應該用的是100 雖然就20分之一個 難道好,答案就有5 你看,沒有很難 你這樣觀念清楚 答案就算出來了 這樣會吧 好,所以第五題講完了 這兩個說看第六題好了 第二題我試一下好不好 第二題說有一個銅塊是267克 然後丟進去這個0.7立方公分的 這個 密度是0.7的這個 油裡面 然後發現一出完了21克裡頭 求同的密度 這個題目請打十顆星 這個題目很重要 考試很喜歡考 題目求同的密度 來,一樣 公司先寫上去 D等B分之類 寫上去,對不對? 來,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要求同的密度 那我要找誰? 我剛才幫你建立那個邏輯 你要想 我不要只聽我講 或是跟你們來想 如果我找同的密度 那我就必須要找同的體積跟同的質量 請問你 題目的敘述裡面 有哪些東西我可以拿來用的 有這裡 267克指是什麼 質量 所以這個M你不用算 是267 所以我只有誰不知道 體積不知道 體積看一下這邊 他說 放到0.7的那個油裡面去 然後溢數完21克裡的話 真討厭,為什麼? 我看單位的時候 根本裡面就沒有體積的單位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怎麼辦? 要換對不對? 怎麼換呢? 看一下這邊 21克的油 體積多少? 21克的油 老師我還知道 來公司再寫一遍 D等B分之類 請問你 D等B分之類裡面 如果我想要知道 有的體積 那我要知道什麼? 有的密度跟有的質量吧 來,有的密度有吧 有的密度有吧 0.7 B就是我要的答案 來,油的質量有嗎? 有啊 21克的油 所以看到了沒 我可以找出來那個體積的對不對 來,加號三成 0.7等於21 對不對 對不起 0.7B等於21 所以B分之類就等於30 很棒 30 所以我就說原來油提到油的體積就是30 那請問你 如果你看這邊 他說 乘滿那個油 油的話 你看這邊 如果把油裝滿 你告訴我 當我把這個銅丟進去裡面的時候 滿出外的油 那個油是誰的體積? 就是銅的體積嘛 對不對 所以 剛才我不說出外的嗎 油的體積是30 結果把銅的體積呢 就應該30 所以答案就是267除以多少 30 所以答案算出外 答案多少 來 267除以30除以下吧 8.9 很棒 8 240 27 所以答案是8.9 我知道答案是8.9 我知道答案是8.9 好 你看一下 對 我是 把東西都